4日,欧盟哲委会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斯告诉法新社,我们目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终止欧盟哲委会的政治接触活动。 显而易见的,欧盟与中共互相制裁,包括中共制裁欧洲议会议员,目前的情况不利于批准这项协定。 杜姆·布罗夫斯基斯负责主导欧洲协定的批准程序。 他表示,推动批准这项协定将端视欧盟与中共的关系能演变到多广泛。 另外,南德日报报道,欧盟主委会希望在5日通过一项爆炸性草案,禁止获得外国政府补贴的企业并购欧盟企业以及参与欧盟的公开招标。 报道指出,这份草案长达63页,虽然只在注脚和说明中提到中共,但显然是针对中资企业。 不过,这个提案要成为法律,可能需要花费几年时间。 因为按照欧盟立法程序,州委会提出法案后,还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和部长会议批准。 新唐人,杨特电视商,麒麟,综合报道。 和公开招标。 和公开招标。 新唐人,杨特电视商。